80岁猛男仅凭一口掀气 可以在水里憋气15分钟 号称海王 老爷子嘴里不停地咀嚼着空气 这是八窑族人可以水下憋气的秘诀 八窑族是地球最后一只海洋游牧民族 潜水捕鱼是他们的独门绝技 他们可以不借助任何潜水装备 一口气潜入水下50米甚至更深的海域 最多停留15分钟潜水捕鱼 15分钟是什么概念 我们普通人憋气30秒你都难受的窒息 更何况是在强气压的海底 他们为啥可以如此牛逼呢 经过专家的科学研判 他们发现八窑人的皮脏 比我们正常人足足大了一半 当身体供养量减少时 皮脏会急速收缩 将更多的复养红细胞液释放进血液内 为他们提供氧气 这就是他们能一口气在海里憋气15分钟的原因 但由于常年的潜水生物 他们的视网膜也发生彻底的突变 使得他们在水下的势力 比陆地上看得更远更清晰 这也印证了人类是从于进化而来的 八窑族人的情况属于一种繁足现象 他们生活在海上 潜水是八窑族人获取食物和生存的唯一途径 但为了更便于潜水捕鱼 八窑族人一出生就会将耳膜戳破 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海底大气压 对他们脑部的伤害 可最惨的是八窑族人没有搏击 就医十分不变 这都是被逼无奈的决定 就这样一代传一代经历了几千年 就形成了这样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自残行为 大爷虽已是80岁高龄 但饱到未老 他要再次潜水捕鱼 大爷年轻的时候可以在水面憋气25分钟 还捎带捕鱼 如今老了 仅仅可以憋气15分钟 他表示憋气秘诀就是小口小口的咀嚼空气 将空气高度压缩存储进肺部 而后在水下以极其缓慢的速度释放 即可长时间在海里畅游 大爷儿子手上拿的鱼枪 就是他们下海狩猎的武器 仅仅是由一根坚韧的铁针和皮筋构成 即可获得不亚于冲锋枪的威力 在八瑶族的村落里 他们所有的房子都是由木板构成 路面更是惊险 仅由极窄的木板搭着通行 一不小心就会摔得大马趴 但由于海洋洋流的问题 许多海洋垃圾飘到了八瑶族的村落里 遍地都是 打捞起来的鱼货 只需简单的刮洗和烹饪即可享用 这就是八瑶族人的日常 靠水吃水 但是年轻人为了挣钱 也会去做极为危险的工作 那就是商业性的潜水捕鱼 嘴里仅仅含着一根公养的软管 深入海底100米处打捞鱼类 一口气要在水下工作一个小时 而且有可能被巨型鱼网缠绕到四肢而溺水 正因为高风险高回报 八瑶族的年轻人 仗着自己先天的憋气天赋 蜂拥而至 参加这种慢性自杀的危险工作 但死亡似乎早已是注定的 八瑶人一天潜水总时常能超过五小时 少部分八瑶人的潜水时间 每天甚至可以达到九个小时 不过八瑶人发展到今天 由于始终从事着极为危险的深海潜水活动 八瑶人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 为了保护八瑶人 八瑶人生活海域周边的许多国家 也逐渐允许他们上岸 并且给予他们国籍 但背后原因 竟是八瑶人可以为当地旅游业 带来极为可观的收益 这也逐渐人心险了 这也逐渐人家